内地短片分享平台快手首日挂牌 收市较招股价高1.6倍 每手账面赚18500元 成为本港史上第三大首日赚钱王 本港史上动之新股王快手首日挂牌 公司在北京总部举行敲锣仪式 并且邀请6名用户敲锣罗 快手开市报338元 被招股价高出超过1.9倍 其后高建345元 但最终以全日低位300元收市 高招股价1.6倍 每手账面赚18500元 成为本港历尼首日赚钱王第三位 市值突破12000亿 晋升五大市值港股之一 快手全日成交超过375亿 是最活跃的港股 升了太多一定有人想获利 但同时间机构又未必有货 紫售又等着去追入 讲过基本质素的话 我觉得是有点过龙 销售那部分 大货那部分其实要靠淘宝 要靠有赚去帮它做销售 完成销售的流程 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再分拆多少利润出去 MSCI也公布3月1日起 将快手纳入全球标准指数 无线电视记者李希同报道